大量吐石倾泻而下道路 全是滾滾泥流宛如浪潮般 袭來整個被淹沒 開明遠離但高雄山區 雨還是下不停 特別是茂林山區多處攤房 由上往下看全是泥黃色積水 鐵皮屋也無法幸免直接被淹沒 它是目前就是斷路 風路 斷水 斷電 還有通訊的部分也都沒有 都收不到任何的訊息 房屋的門大開 傾斜屋內櫃子等家具 全都散落一地一片狼藉 再往旁邊看樹木倒塌 地面全是落石雜物 高雄茂林區多納 林道累積雨量最驚人 24號到26號下午4點40分 累積雨量高達19007.5毫米 造成多處吐石狂瀉道路中斷 另外南橫公路台20線 明霸克陸橋也不敵好大雨 陸基整個被淘空 橋體被吐石淹沒 桃園區老農息也是水位暴漲 無情風雨摧毀家園 執判雨快停讓民眾可以重建家園 TVBS新聞方志成何可言高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